屏東報導 院長吳敦義爆粗口爭議 雨波蕩漾 16號再度親上火線 我不是針對跟我談話的人 所以我的談話的對象 通通不會聽到這些聲音 只是我自己在發語的時候 保留那種相讀的習慣 以後就是有這種 沒有發出聲音的發育值 我不要碰到一個 會讀我的唇語的人 我就乾脆把它改變過來 我只能以大笑三聲 來回應他 我坐的位置離他最遠 如果他不出聲 我怎麼會一開始就注意到 他的這兩個字呢 吳奎真的只用唇語表達 沒出聲 13號和吳奎一塊座談的 台北大學教授廖本泉 不以為然 對吳敦義爆粗口理由大轉變 從發語詞變成讀唇語 廖本泉更語帶諷刺 炮轟吳奎根本是硬拗 我到現在才知道 原來我有特異功能 我會回去好好的自我檢視 吳敦義爆粗口那兩個字 到底是發語詞還是用唇語 這答案恐怕只有吳奎心裡最清楚 三地新聞 江一鴻 邱暗柔 台北報導 再來讓你看到是南投的草屯警方 在林鄭